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的消息 今天上午北京国安队在湘河的集训继续进行 和昨天不同的是今天斯塔诺在训练中开始玩真的了 结果国安队在炎炎烈日之下来了一次大量课 今天上午湘河的天气很好但就是气温有些高 9点半国安队的球员们来到了训练场 其中还包括昨天并没有出现在湘河的老将卡努特 在短暂的交流过后 马里人脱离大部队单独进行恢复训练 至于其他人今天上午的任务可不轻松 包括刚刚到队的新人张成栋在内 所有人都要来一堂高强度的大量课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 球队艰苦的香壳拉链是有传统的 从李章珠到帕瀉科 每位教练都把这里当做了恢复体能的训练地点 斯塔诺也一样 他在训练的开始就让队员们连续完成了几组 带球的冲刺跑 几趟下来 队员们的确非常的辛苦 今天上午斯塔诺对于球员的要求确实很严 就拿新元张成栋来说 他在接下来一对一的攻防演练中 得到了塞尔维亚人的特别关照 在与格隆的直接对话中 张成栋的防守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轻松地断掉了格隆的球 在进攻中 张成栋面绿的人则换成了马基奇 结果他干净利落地败下阵来 接下来 斯塔诺的训练计划换成了二对二的高强度对抗 而记者则是在场边目睹了国安队的两名新元 乌塔卡和张成栋的直接对话 首先是乌塔卡进攻 张成栋防守 随后张成栋盯盯防的对象又变成了格隆 在防守中 张成栋展现出来的状态不错 两名外援并没有在他身上占到便宜 然后是张成栋进攻 他带球轻松地突破了李提香的防守 但是接下来的设门还可以拿捏得更好一些 由此看来 张成栋的实力很强 但是还需一段时间恢复才能够达到最佳状态 张成栋那就更别说了 我俩从小就是一个体校出来的 那以后对他也非常全面 对他也非常全面 左右脚包括投球都很好 那以后能适应场上各个位置 张成栋身体素质也非常好 反正脚下技术意识也都非常好 我觉得他既然能在欧洲的联赛踢得很好 我觉得他就给他时间肯定会适应咱们这个联想 体育频道记者河北香河报道